疫情时代餐饮外用更活跃 导致免洗餐具用量大增 消息会就针对免洗块进行抽验 16件免洗块中有9件验出二氧化硫 虽然减出量符合规定 但仍有残留量累积影响的隐忧 另外也揪出标示不实的业者 在今年111年3月 我们从台北市新北市的量饭店 生活百货还有一些规律商店 然后去采样 采样这些物质或者是族质的免洗块 如同前面所摆这些免洗块的样子 那我们首先我们先做商品调查 那在编号10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编号10 我现在这边有铃铛满腹的免洗碗 编号10的部分 它这个部分它没有标示它的重量容量数量 所以这是这一个部分 只属于违反商品标示法的 那在编号8跟编号14部分 那就更严重了 因为它上面写的不含漂白剂 但是我们就验出它含有二氧化硫 那这里是违反商品标示法的 那就这个违反商品标示法部分 我也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那就刚刚所看的这个编号10部分 它没有标示它的净重容量数量和度量 不符合商品标示法第9条的规定 那这个部分依照农号第15条 可以出2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的法环 那再来就我们刚刚看的编号8跟编号14的部分 它是比较严重 它是标示不实 因为它写出不含漂白剂 但是却验出这个二氧化硫 它是违反商品标示法第6条的规定 它依照同法第14条 它是可以给出3万元以上 30万元以下的一个法环 那我们除了就这个商品标示以外 我们针对免洗块的本体部分 我们也做检验 那我们做了三部分的检验 关于二氧化硫 过氧化氢 还有联本 那首先跟各位说明 我们这几个测试的项目 就二氧化硫部分 那我们做一些 免洗块的二氧化硫的检验方法 那依照免洗块的卫生标准 就是500ppm以下是合格的 那就贵氧化氢目前的检验标准 是不得检出 那就联本部分目前的卫生标准 也是不得检出 以上是关于我们说检验的三个项目 目前的一个检验标准 那就我们这次的检验部分 跟各位说明 因为为什么要做这些检验 因为这些东西其实对人体 是有影响健康危害治愈的 那以二氧化硫来讲 因为有些人对这个 亚硫酸炎会产生过敏 尤其是气喘患者 如果说你食用过量的时候 有可能会造成呼吸困难 附近有很多的症状 那就这个二氧化硫 我们刚刚所检验的16样 16样的9件就检出有二氧化硫 16件里面有9件就检出了 但是还好是它的检出量都符合规定 这个是关于二氧化硫的一个检验项目 那再来我们也就过氧化氢来做检验 那过氧化氢如果长期使用残留过氧化氢的话 那可能会造成刺激肠胃大 那我们刚刚讲这是不得检出的一个项目 那本次16件的样名 那我们检验出来的是 都没有检验出有过氧化氢 所以都有符合规定 那第三个我们的测试项目 是关于脸本部分 那脸本部分 首先跟各位讲一下对人体的一个影响 因为它被接触到的话会刺激皮肤跟眼睛 那如果你大量食物的时候 会刺激上消化系统 产生恶心 吼吐 或甚至有昏睡的一个症状 那长期剥入 甚至会造成肝功能的退化 那这个部分是不得检出的 那我们这16件样的 我们检验出来之后 发现也是没有检验出来的 这部分是值得新闻的事情 筷子在台湾是一个很特殊的文化 尤其是年型筷子 因为这个也回溯到70年代 那时候政府为的是要预防飞行的感言 透过共用的这个识剧 这个传来就开始推动 它推动的效果是还蛮不错的 那也就是因为大量使用 政府立民来对于这个 都有定期在做法官在做经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说 近年这样做下来 它的不合格力是越来越降低了 我想这个是科洗的一件事了 但是如同刚刚董事长所说的话 免洗筷 它实际上是说筷子 不管是用木或是竹子做的 就是不需要用清洗就可以直接使用 但是免洗筷是可以再洗再用的 我想大概不会有人这么去做 因为它实际上价格是很便宜的 造成大家可能现在已经是用的非常非常的多 用的非常非常的多 那免洗筷一般大概都是从中国大陆 或是说从东南亚进口过来 那大部分是大批做完 然后运到台湾再来做包装 那在这一个冗长的时间 它就要去避免它去遭受到一些污染 或者说影响到它的卫生品质 所以它就会用一些化学的这些试剧 比如说我们用这一个 用这一个粘本 这个是一个防腐剧 那贵氧化氢 当然的话 这个是一个杀菌 这是一个杀菌 那贵氧化氧实际上也是亚人酸原 一日一个漂白杀菌它之后的一个产品质 这三个目的都是要确保 这些免洗筷在产地 它继续长时间入到台湾 然后再去包装 再到消费的使用终极国 不会去遭受到一些污染 遭受到污染 所以我们国家的免洗筷的这个卫生标准里面 实际上就只有两条 但第一条里面所写的话 这一个就是说 消费者大概都可以自己去做 比如说免洗筷不得有不良 变色亦臭亦味 那你打开来用之前 你可以先去无人闻 假如说闻出来是有酸味的这个的话 那这个可能就是有用到亚人酸原之类的 那假如说闻出来是觉得有个很刺鱼味 那可能是不良化的性能比较多 那假如说闻出来是觉得还不错 怎么有点无人的香味 那这个是最糟的 那可能是有用到亚人酸原之类的 所以这个用闻的 你只要闻得到这一些 那这个或许就不要用了 那至于说用看了的话 我们这边所说到的就是说发明 假如你看到外头实际上有点点或是过白 那这个应该也是没有使用到足够的这一个 所谓旁误地杀金或是使用到过量来做调配之类的 所以这一些的话应该是一般我们消费者在用之前大概可以自己先去做一个自我把关的这个动作 那我们这次所做的这个测试方法完全是按照这个国家标准这个来做 那结果除了有两天标识不符之外 其他也都这个符合国家的卫生 这一个标准 但是我想今天这个议题 最主要的话倒不是是在这个 因为这些东西即使你不小心吃进去 因为它都是水龙性 很快也会排泄出来了 所以这个不是什么大问题 反而是因为这个所造成的这一个环境污染 那我想这个是可能是 交集会也要是要跟大家一起来相互看 我们有什么办法 能够把这个免洗块的文化 或许能够让它做一个找完吧 虽然以上三种残留成分检验都符合标准 但二氧化硫仍有残留量被减出 长期使用也会有累积性的疑虑 建议自备餐具少用免洗块 同时可以减少废弃物产生 依照卫生署的统计 我们台湾每年用了15亿双的免洗块 它的数量相当的惊人 可以绕着地球20圈 所以我们这边也建议消费者 因为我们刚刚所讲的 因为免洗块本身为了让它可以耐用 所以可以加了很多东西 也是不必要的 最好的方法是减少使用免洗块 因为这样除了对健康部分有帮助以外 也是比较环保的一个做法 各位知道我们地球跟月球的距离 平均是38万公里到41万公里之间 刚才我们的发行人有说了一个说 我们国家的统计是台湾平均每年用45一双筷子 一双筷子有两支 所以把它合在一起一条接一根接一根可以绕地球 20圈 那地球的半的直径是周圆周是4万公里 所以等于是合起来是80万公里 也就是说绕地球20圈或者说从地球出发绕月球一圈回来还有剩 那我们使用的这个免洗块带来的这些消耗性 其实从环保垃圾来看已经是一大负担了 那么为了对环境友善我们真的是希望这种一次性消费的用过去丢的 我们不太建议就是你经常有反复的来使用 但是一次用过去丢是一种浪费现象 所以从一个永续消费的观点 我们对消费者的呼吁是一定要减量使用 那你又天天必须要进食 那就是自己携带比较健康 可以自己少浪费的这种持续性的这种餐具 我们建议消费者还是要养成这个习惯 比较对环境对自己好 因为从健康上来讲 让它避免使用到二氧化硫 二氧化氢原本这些义菌或者是要漂白 让它卖相看相好的这样的一种添加的这种制成上的东西 总是对健康比较好处 那这次我们从这16样的这个产品里面 我们发现有商品标示的部分 我们还是会在会后减重我们主管机关 继续的去调查依照法律规定来处理 那么有些虽然是调查出来 它是合乎我们国家的叫做面洗块卫生标准 是有融出一些过氧化氢或二氧化硫的这些数据 虽然都在标准之内 但是各位也都知道就是说 我们使用面洗块卫并不是一次性的 我们是持续性的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的这些东西 所以它其实也会对于我们的这种接触的量 也会产生持续性的这些效应 所以无论如何怎么讲都会对我们的健康卫生 都会带来一些我们的质疑性的一个现象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对消费者的呼吁是 尽量的使用免洗餐具的数量把它减降低 来促进我们的健康对环境的改善 那另外我们也针对我们的业者 我们是提出这样的呼吁 因为国内如果有生产业者 当然国家可以直接从这个制造端 来加以这个辅导请它改进 那如果是进口呢 那就有两个希望我们能够 业者跟政府能做到 第一个是我们国家颁有这种免洗块的卫生标准 同时呢我们根据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 这些进口的也有在检查这个作业的这些标准程序 所以第一个厂商必须要回过头来 要求你的这个制造商 要求你进口的这个来源的这个制造商 一定要在产程当中呢 遵守我们国家所颁布的这个生产作业的这些标准 这样到进口的话才没有问题 第二个呢我们也希望国家卫生福利 卫福部呢是主管机关 在进口的时候啊 从边境开始就对这个进口的这些食材 实际呢会有一个检查的一个意义 所以只有从这个边境的检查 进口商本身要求制作来源能够遵守标准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尽量的减少 它带来的这些安全跟卫生方面的问题 那因为我们使用实在是太平凡了 所以呢我们还是呼吁减少使用 今天也养成自得期待餐具的习惯 近年来威福部食药署及各县市政府卫生局 每年都会进行免洗块机查抽验装案 不合格率逐年下降 显示政府管理免洗块的卫生安全已有成效 消息会呼吁免洗块丢弃产生的大量垃圾 对于环境还是造成危害与负担 政府还要进一步努力宣导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